雨后在世俗的眼中常常会和洗涤挂钩,但在今天这个雨后的清晨,罪恶正在滋生,眼前这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正在去上学的路上,他没有注意到的是,在他的背后正在缓缓的驶来一辆黑色轿车,当他走到积水边时,轿车突然发足油门冲了过来,见了他一身水,他没有发作,只是停下来拍打身上的脏水,突然黑色轿车退了回来, 从车内传来了一个青年人的声音,他连声致歉,并表示愿意在孩子一程,作为补偿,孩子好言谢绝了,但男人坚持,孩子转念一想,那这样吧,如果可以,你先送我回家换一套衣服,再送我去学校,这样我就不会迟到了,男人满口答应,就这样孩子上了车,不过这辆车的终点站不是学校也不是他家,是抵御,是一段每每回想起来都会浑身发抖的痛苦回忆, 当天下午,接群众报警,周敏凯带领小组赶送案发现场,孩子一息尚存,被送往了医院,这已经是两个月以来的第三起相同案件了,周敏凯杀场点兵,提出兵分两路,让郝家和雨亮去医院找那个受伤的小姑娘,寻找有利的证据,自己则和于长路两人留下来勘察现场,时间不大,一旁的治安警察电话响了, 是学校打来的反馈电话,小女孩叫杨璐瑶,本是十一中初二,三班的学生,她的家庭情况太特殊了,孩子家中只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奶奶,而且患有心脏病,她的母亲前几年病逝了,而她的父亲则在部队里面当营长,十几年来一直驻扎在西藏的边境线上, 想来冷静的周敏凯听到这里,也罕见的动怒了,她历史一定要侦破死案,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,另一边医院的抢救室里,郝家正在寻找蛛丝马迹,她先让医生帮自己提取一点孩子下体的液体,另外她在孩子的衣服上看到了一些头皮屑,她推测很有可能是凶手的,转身用胶带保存了下来,一转眼,天黑了,现场侦查任务结束后, 周敏凯和于长露两人打算去撒一个善意的谎言,他们先找到了杨露瑶的班主任,在班主任的帮助下,他们来到了杨露瑶家,这个开门的老人家就是她的奶奶,他们对奶奶谎称,杨露瑶去上海参加奥林提克数学竞赛了,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回来了,奶奶抑制不住的高兴,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杨露瑶的个人问题,而是怕杨露瑶不能拿好成绩,不能为学校争光, 于长露的眼泪在眼圈里面打转,她匆匆告别了奶奶,转身走了,最后临别之际,周敏凯特别交代身旁的治安警察,下午来的两家媒体,一定要特别交代,万万不可刊登,这条新闻一旦刊登了,不论是对孩子还是她的奶奶,带来的伤害都是致命的,治安警察连连点头,转身便给报刊打去了电话, 但是事与愿连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